这个野马标是不是看着非常熟悉的 但是这辆车呢 完全跟你想象中的野马不一样 因为它是辆纯电版的Mark E 就是马斯战的一个电动的SUV 这辆车呢也是前面就刚刚上市了 发布定价是26万5到38万 一共发布了四款设计 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的定价和它的动力 包括它续航是完全对白 它最大进行的有 就是穆克萨的Model Y 只不过呢 那相比于Model Y来说 它有两个日门版本 就是售价26万5的一个标须 和一个常识版本吧 相比于Model Y来说 确实便宜了很多 从外观上来说呢 福特还是对它 注入了很多野马的基因 比如说呢 它两个这个灯子 我觉得特别像野马 包括里面有三个灯条 包括整个尾灯 只要尾灯是更像野马的 但是呢 它在整个前进气格栈上呢 因为是上电动了 所以用了个全分辟的设计 不过如果你光看 整个车头的上半部分 你发现 它还是有点像野马的感觉 只不过它是辆SUV而已 既然是一台象征 新时代的电动车 进入方式肯定跟之前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在这边设计个按键 按钮就能进入车内 那内饰会怎么样呢 那Mk1的内部呢 它跟之前的Muston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呢 它有块10.2英寸的 一个小的液晶仪表 然后呢下方应该是一个监测驾驶员面部的 应该是自动驾驶箱连接的一个传感器的地方嘛 然后呢在面前就是这块15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幕 但个人觉得这个屏幕放在这边确实有点突兀 而且呢它是一个基本完全竖直的状态吧 所以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想看点信息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光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材质啊 它材质呢我面前看到整块中控屏上有三种材质 第一种应该是一个皮面的软性的 然后下方呢是一个布置的 像这个布置呢 你会发现它那边有个BNO的标识 说明这个布置和BNO标识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联名的设计吧 因为如果你去看BNO的设计 如果它是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它是都会用布置的 然后融入你的家具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确实蛮有新意的 那下方呢就是一个装饰条 在这辆车上是一个仿碳纤维的装饰条 其他车上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那其他地方我觉得这辆车呢 作为它电动手它的储物空间真的非常多 首先中后下方呢是跟特斯拉的Model Y 有个差不多的两个像一个推开式的吧 只不过它的空间好像有点小 但是里面呢是有个无线充电 然后一个Type C一个USB 然后再下方呢就两个杯架了 并且呢它下方也是有个储物格的 因为它下面没有变速箱嘛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个这下方 也是有个很深的储物格 而且它上方也有个像扶手的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辆车 你会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突兀呢 为什么这里明明有个盖板 上面还有一个呢 像这是一个扶手吧 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比较高 它也可以这样扶着嘛 我觉得设计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内部空间怎么样 前排调整好我坐的位置之后呢 我现在进入到第二排 实际上我觉得整辆车的内部空间 跟Model Y是差不多的 并且你会发现这两台车 好像都是一个偏轿炮型SUV的感觉 后面都是有个溜背的 感觉不出来这辆车有个溜背 而且呢因为它是个全景天窗 是一个就是固定式的全景天窗 所以呢它这边都是操控的 所以你的头部空间完全不用担心 至于腿部空间的话 我觉得确实蛮充裕的 而且它是没有地台的 不过如果这样车 按照一个2米9多的 纯具的车来说呢 它的空间 其实上没有想象中这么夸张 就是一个普通加入车的感觉 然后我坐一下这个坐垫 我觉得坐垫好像比特斯拉 确实会软很多 而且你看我现在按在上面 挺软的 如果我坐中间的话 这个坐垫中间座位 确实比特斯拉Model Y的感受会好很多 所以这辆车实用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之前我对这辆车的定价 一个预估可能会在35万以上 因为我觉得它毕竟是它Mustang 但是因为国产之后呢 有了长安福特 所以呢它的价格现在真的很低 我觉得这辆车性价比确实蛮高的 而且在美国媒体对它评价是 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或者它一些其他方面是好于Model Y的 是一个完全可以竞争于Model Y的一辆车 但是我不知道国产之后 它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这次也没法试驾嘛 当然我更期待的是那台蓝色的一个GT版本 因为那台车可能是你能买到最快的辆Mustang了 因为5.0的Mustang已经停产了嘛 所以你觉得这样起售价比Model Y低很多的Mustang Mark E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 我就是现在 meters称了 只是可以卖罗子 简单的问题 也是不知道